大家午前五十九歲 王先生 因為說三年前 致病的悉悶有出現到鱉肉 接受到行甘情的切斷手術 到去年還發現致病的悉悶 這個鱉肉越來越大了 到今天病院來就醫科入到手術後 會來沾連到悉悶的容疾無關的問題 最後拆到肺解解消瓏手術徹底療 較為患者補助到正常的悉公年 大部分的肺解解我們會經由手術的方式去做切除 同時去做一個診斷跟治療的動作 但是有一些病人他是一個多發性的症狀 或者是肺解解他的位置上他並不適合手術的病人 或是病人身體條件不適合的病人 所以對消融手術對肺解解來說 他主要就是做一個手術的替代 如果今天病人他不適合手術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利用消融手術這個方式 那把這個不管是腫瘤 或者說是一個發炎的一個區域的細胞把它燒死 其旗米病院上腔外科的主臨素營結表是說 臨床上發現到多發性的肺解解 跟鄉病肺解解的進行吃破片 並近10位病人都有一個人 存在的多發性肺解解 選擇到熱消融的手術 可以檢測到精臘治療到肺部功能的保存 那當病人不適合做手術的時候呢 這個肺部消融手術就是一個很好的替代方案 它本身的好處是說因為沒有切除肺脹 那所以它在對於肺活量的這個減損上面 它是最小的狀態 疑似醫生也強調說 雖然熱消融手術可以替代傳統的制度手術 但是一樣是有相關的関材 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出這條手術後精臘的檢測 沒有辦法確定到精臘的性質 因素還需要經過專業醫生的專業判斷 做到血色的這個對中 另外手術後也一樣是有氣象 總共的咖啡和甘蔭町町賣發症 因素也要來修心來照顧 南天新聞臺欣賞的南柴方報道